个别说完需求和个别的供应 我们把它拍下来分析 就会出这样的图 第三个步骤就是定价 有需求有供应 价格应该定在哪里 我试试定高点 P1 因为价格底下 有钱赚 生产很多 供应量很多 但由于价格太贵 需求量很少 消费者不肯买 就是发生什么情况 就是一些东西卖不出 这个情况就叫剩余 发现一些东西卖不出 有供应会减价的生产商 第1个情况就是 价格中度很低 例如P2 低的价格低下 需求量 当然很想买 消费者便宜 想买多些 但是呢 供应量QS 那么低的价格不肯做 发生什么情况 就是很多人想买 但是买不到 排长龙 这种情况就叫短缺 生产商 就会倾向加价 因为可以赚多些 都不优卖 好了 去到交叉的点 交叉的点 不倾向动 因为发觉 做出来的数量QS 刚好等于 消费者卖了 又不多又不少 没有特别说明 如果题目没有说明 一般 将价格就定在交叉的点 我们叫做均衡 或者由于这个价格底下 供应量 做出来刚好卖了 所以又叫做 有时又叫做市场清销 有几个名字 题目没有说明 我们一般 价格和数量 都会定在交叉的点 但是有例外 如果题目看到一开始 东西卖不出 有过剩的 你知道价格都要定高一点 一开始 你见到有条长龙的 买不到的 你要知道价格要定低一点 因为东西不够卖 这个就是应用难的地方 例如题目一开始有塞车 好明 例如隧道红隧 价格定在 和低 低于均衡 需求量很多 供应量满足不了 我们就要画 这里 没有特别说明价格定在均衡点 直至出现变化 例如需求增加了 需求增加了 会出现一个新的交叉点 价格和数量就会上升 如果要画图的文字体 我们就这样表达 需求由 D0 去到 D1 新的价格 就是新的交叉点 我们见到是上升了的 价格上升 新的均衡数量也会增加了 图就这样画 相反 如果需求跌了 一切情况就会相反 价格和数量都会下跌 即是这个图调反 供应增加了 供应多了就会便宜了 数量就会增加 如果用图形表达的话 我们先打底 就是原本的需求 原本的供应 原本的价格 均衡那点 原本的数量 然后 或者通常用不同颜色的笔 去显示 发生了 例如供应增加之后 价格和数量有什么改变 供应增加了 供应增加了 由S0去到S1 我们看到 新的价格 就会跌到P1 新的数量也都增加了 亦都跟我们的分析符合 例如丰收的时候 农作物的供应增加 所以农作物会便宜了 数量也都会多了 供应减少了 常用的例子就是打风 菜价会怎样 菜价钱会贵 数量会减少 其实都是把这个图 调回转 我就不再画了 这部分最难的地方就是供应 和需求同时改变的话 对价格和数量有什么影响 由于比较复杂 我留下 下一部分我们再说 我们先看看Parse Paper 12年就是第1年DSE 我们看一看 比较新的题目 好了 题目就是 本港的地产市道过热 政府重新推出这个居屋的计划 然后问对私人市场 他提出了你了 冷却 即是减低了需求 不过所谓的解释 为什么需求会改变呢 我要进一步讲关系 居屋和私人楼有什么关系 好了 私人楼和居屋 都是居住的 政府资助的 两者有什么关系 和我想想 好了 答案就是代替品 都是拿来居住的 是否则 人家选了居屋 那私人楼宇的需求会怎样 因为可以互相替代 我选了居屋 就不用住私人楼了 所以私人楼的需求 就会下降 就是题目冷却的意思 其实提了 如果你没有说替代品的关系 可能会扣了一分 首先文字的部分 答案文字方面 就是说私人楼宇需求下降 你要 拿到满份 你要解释 私人楼和居屋有什么关系 你要指出 私人楼和居屋 是替代品的关系 有时两个招都会用 有时叫替代品 有时叫代替品 都是说同一样 好了 私人楼宇的需求下降 那私人楼宇的价格会怎样 我们刚才分析了 需求跌 那样东西的价格会跌 文字的部分就是这么多 数量 其实数量和价格都会跌 但这个题目主要是问 私人楼宇的价格 所以数量不写都不会扣分 那我们只差图 那图是怎样画呢 首先画图时要注意 需求 没有例外的 一定是一条向下倾斜的线 那供应 上一节讲了 有时会有些 垂直的情况 但是如果没有特别说明 那我们通常都是画一条向上的 供应线 好了那画了原本的 需求 供应 原本的价格 数量 然后就发生一些事 怎样影响价格和数量 我们跟着画了 好了那我们要注意点 箭嘴的方向 是说 需求从D0下降到D1 导致需求跌了 导致私人楼宇的 价格跌 数量都会减少 那就成功取得了个分数 好 接着我们看多一题 就是说 人气歌手 歌迷常常投诉 未能以官方价格 买到演唱会的门票 这些受欢迎的演唱会 我们通常会见到一个情况 就是说 人龙 买不到 其实它比较 暗示 比较容易 就是供应的部分 不过幸好 它整个图给你的 其实说它是供应 换票的数量是固定的 如果供应固定了 是一条垂直线 那我们帮你已经画了 需求 和供应的了 这次呢 难的地方 就在定价 如果正常来说 定在均衡的店 应该供应 量和需求量应该刚好 卖了 就不会出现 买不到的情况 所以同学呢 今次要推断 其实这个价格 就不是定在 交叉的点 或者叫均衡 是买不到 就是说 便宜的 那应该呢 定价是要定价低一点 好了 回答图的部分先 由于说买不到 我们推断 定价是低于均衡 一个很低的 价格底下 需求量 QD 就是需求量 很多人想买 但是呢 门票的供应数量是固定 只有这么少 导致很多人想买 买不到 由于定价过低的关系 这种情况呢 我们有个名字 好了想卖 卖不到 有几个名字 可能叫做短缺 有时叫做超额需求 或者 有时会叫做供不应求 其实都是说同一个情况 价格太便宜 很多人想买卖不到 好了跟着最后就是说 另外一半的分数呢 就是其实将 图的东西用文字 写多一次出来 所谓文字或者图形的表达 其实 不是独立的 其实 文字 只不过是将图的东西 一模一样 多一次 但是你要 换份 你一定要 两边都要提下 有文字的解释 和图表达的部分 其实都是说同一样 这一题已经叫做相当之意了 为什么 因为它直接给你一个图 给你一个垂直的供应线 而看回之前的past paper 很多时候的图是要 自己画出来的 都是在表达一个 短缺的情况